现在示范的是如何在这照片当中去测量长度以及角度 那我们选择这张照片 先假设这个桥面上面这一根木头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公尺了 那现在我们要透过这一公尺去计算这个桥的长度 还有这个桥它之间夹的角度 那做的方式一样我们要先做校正 先选择这一个 点选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一支长度的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是一公尺 把它摆好之后 接下来Analyze Set Scale 一支的长度我们设定为一公尺 单位是AIM 按下OK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这边的长度我们可以量出来了 例如说点选这个之后我们拉长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的等一下在这个地方都会出现它的长度 例如说现在你看到它的长度就是2.47 那当然有时候你希望把这个资料记录下来那就可以点选 摆好之后Analyze 选择Messure Messure之后它就会有长度 这就有长度 那当然也会有角度 那它角度这个角度是1.410 或者如果我们再高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角度的变化 它就变成6.927 那如果说你现在只想单独量角度的话 有另外的方式 例如说这个它就是个两角器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这个点到这个点再到这里 那这个角度呢它的值在最上面这里就会出现 比如说你这样打开来它就到40度 小一点它就到11度 所以这就是角度测量方式 同样的如果说你要把资料记录下来的话 选择Analyze Messure 这里就有角度 就可以记录下来了